大家好 我是张敖 非常感谢这个将门的邀请 来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论文 这个vpdtrans transfer varicom generator across large long way models OK我们开始 今天我们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论文的内容 进行一个介绍 这个首先是背景部分 是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概述 然后是这个多模态大模型的构建框架 也就是我们本文中提出的方法vpdtrans 然后是这个使用我们的vpdtrans方法 进行的实验 然后是这个vpdtrans的一个实际应用 是这个vlrlama和这个vlvq呢 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在拆的gbt大火之后 掀起了一场大语言模型的科研热潮 对着大语言模型的力量 东方态领域也涌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工作 比如说PAMI可以使用这个多模态大模型 来做这个机器人的控制 这个flip2可以用这个多模态大模型 来进行一个多模态的对话 然后更具体的来讲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的这种vlanguage model 到这个vllm的一个转变 传统的vlanguage model 他们一般不依托于大语言模型 而是选择基本从头训练 然后顶多附用一个fort级别的语言模型 对然后这个vllm它则选择依托于一个现有的大的语言模型 对然后下面是一些例子 比如这个一些常见的vllm 像valbert bleep和这个byte v3 对然后像这个比较常见的vllm 像这个bleep2 flamingo还有这个PAMI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引入这个vllm呢 对然后它其实带来的一个好处是 可以复用 Large long run model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这个出色的推理能力 丰富的知识和这个零样本少样本的学习能力 对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这个long run model 组合一些感知工具 比如说像vlochat GPT这样的一些实践方式 对然后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vllm 这个一般训过的一个这个大模型 它在这个动物态对话上 这个效果上可能要更鲁棒一些更好一些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 我在这个不调用工具的情况下 可以一定程度的缩减这个响应的时间 也就是说我调用工具的话 可能这个pipeline会非常非常的长 对然后步骤非常多 可能会导致这个响应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vllm 和这个工具调用它并不冲突 对我们大可以把它做成一种新的方式 就是这种vllm加tools的一个方式 对然后整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这个盲人使用工具 就像xgpt 这样没有视觉感觉能力的模型 从盲人使用工具到一个 视力2.0的人使用工具 对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 方式的转变 也可以给我们这个智能的增长 带来一定的优势 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这两条 科研的线路都非常重要 就是其中一条是这个基础的 这个vllm的一个打造 另外一条就是说我们总把这个vllm 进一步的和这个工具调用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这个vllm的一个架构是怎样的 对然后它架构大体上是下面一个模式 就是首先是有这个vpg vpg就是这个real prompt的generator 对它是这个视觉prompt的一个生成器 负责将图像转化为视觉的这种soft prompt 对然后这个视觉的soft prompt 就可以输入这个longer model 被这个longer model所理解 对然后为了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往往要加一个这个projector 也就是完成这个从soft prompt 到磁像量的一个维度的转化 对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vpg 我用了一个clip vit 然后我产生的这个token的一个维度 可能是768 但是我这个longer model的磁像量的维度 是这个1024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有一个768乘1024的一个线性变换 完成这个维度的转化 对然后这个llm就是这个大的语言模型 它负责根据输入的这个prompt来产生输出文本 对然后它在训练的算式上一般是下面一个状况 就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参数 对然后一般这个longer model部分 是这个参数的主体 就是说大量的参数 集中在longer model部分 比如说我们图里这个例子 是一个11B的一个longer model 然后这个vpg的部分 一般是占第二位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1.2B 对然后这个projector 由于它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线性层 所以它参数最少 就是说我们图里是这个4m 对然后这个训练的话 然后一般是这个 这个longer model 它参数非常非常多 以及就是我们过度的训练 这个longer model 可能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遗忘 所以我们一般会把这个longer model部分固定住 不训练 或者仅仅训练非常小的一部分 比如说加一些小的参数进去 或者说给它用laural的方式 这个训练非常少的一部分新参数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这个vpg和projector 就是我们这个对一个vllm的一个重点训练对象 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vpg 能够这个把转化成一个 能够产生这个longer model 可以理解的一个prong 对然后这个projector 也是要全部训练的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这个bluv2模型 bluv2模型 现在是在这个开源社区 我个人觉得是最常用的一种vllm的一个架构 对然后它一些采用它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mini gpd4 这个阿里的这个mplug这个猫头鹰 然后我们以及我们本文里提出的一个vllm的vq呢 它总体上都是采用了这个bluv2的一个架构 对然后这个架构 我觉得一个是它可能这个开源做的比较好 一个是这个bluv2它本身的一个performance 视觉感知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尤其是在这个开源模型里 大家如果这个想做一些相关工作的话 也可以考虑从这个bluv2做一个基础模型去做一个改动 对我们回到这个具体的模型的细节上 对它整体上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vpg的部分是包括了一个imageencoder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clip的vit 和这个qformer 这个qformer负责的就是说把一个图像 这个可能我产生了这个这个图像 输入这个imageencoder之后 会产生这个上百个token 我负责把这个上百个token 把它压缩一下 压缩到一个定长的query里面 比如说这个可能长度就是32 对然后这个通过一些cross attention的方式 把这个视觉信息引扣的到这个固定的query里面 然后这个query经过这个predictor 就是图里的这个fully connected layers 然后来产生这个最终输入language model的一个soft prompt 对这个language model会根据我们输入的这个vro的soft prompt 来这个output的一个这个caption 就是说这个一只猫带着这个太阳眼镜 但是呢它有一个怎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即便这个blip2这个模型 我们已经是在这个啊 现有的这些相关工作里面是已经是一个非常节俭 非常这个训练高效的一个模型 但其实它的开销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blip2两个比较大的模型 opt6.7b和这个flint5XXL 然后他们需要的这个单卡的a140g的时长 分别是这个631.5小时和这个684小时 他们需要的训练数据大概是120几米里的这个图人队 然后这个总体上大概是需要这个4t左右的一个存储空间 然后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这个租用这个啊 aws这个8卡a100的一个机器的开销的话 大概是需要这个不到2万块钱 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想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通过这种 迁移已有的这种vpg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blip2opt2.7b上已经训练好的这个vpg 对我们能不能就是来降级这个开销 哎这个答案是可以的 通过我们提出的这个vpg串散方法 我们把这个训练时长从这个600多个小时 这个分别缩减到了这个59小时和这个30几小时 对我们训练数据也只需要这个13.8mm或者5.3mm 这个可能是430G左右的一个存储 下面是100多G的一个存储空间 对开销的话可能是从原来的不到2万块钱到现在的这个1000多 或者这个不到1000块钱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有意义的一个点在于就是 其实600多个小时的A100市场对于我们实验室科研来说是一种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个大部分实验室都难以负担的一个训练开销 以及这个4T左右的存储 但是其实如果你现在有这个一张或者两张的A100 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实验的话 其实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两张A100 我们可能花二十几个小时或者说这个不到一天的时间 然后400多G的一个存储的一个预训练数据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让这个从实验室里做一个这种动摩太子对话模型 也能够成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 然后这个我们来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迁移 其实这个迁移它是分两种 第一个迁移就是说这个跨大小的迁移 这个transfer across size 它的意义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large download model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一般调餐都是在这个小模型先调完餐 再扩展到这个大模型 对现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这个tns之后 我们在小的这个vllm上调完餐 就是opt2.7b上调完这个vpg的参数之后 我们可以这个顺便直接把它这个v 比如说以10%的这个开销迁移到一个大的large model上 就是opt6.7b上面 然后另一个这个跨类型迁移 它意义就是说 哎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bluetooth的opt6.7b了 就是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mata 他在这个opt之后又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原模型叫这个lama 他比这个opt有更好的一个performance 对然后我们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opt6.7b上的vpg 快速的打造一个这种bluetooth llama版本 对我们看图示的话大概就是说我们有一个sauce的vllm 然后我们把这个vpg迁移到这个target的vllm上面 对然后具体的迁移方式就是这个同小到大 同一种类型的模型从小到大或者是这个不同类型的模型从a到b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提出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迁移可以把这个啊效率最大化 对然后我们整体上是一个两步的框架 第一步的话这个呃第一步的话它包括两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也就是我们该方法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这个projector 我其实没有办法迁移嘛 因为它其实维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啊 rmsauce可能这个维度是768的 这个维度是1024的 然后你两个线性层的维度根本就不一样 是不能做这个直接迁移 然后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给它一个好的数字化 数字化之后我们同时有一个非常大的学习率的一个训练 对然后完成了这两步之后 也就是这个stage1 然后第二个stage2 也就是直接我们进行一个正常的训练就可以了 对但是看起来我们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就两个重点 一个是初始化 一个是大学习率 对那但其实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框架 我们也是说做了一些这个探究实验 来这个研究其中到底哪些部分可能比较重要 对然后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探究实验 首先是这个探究实验的一个实验的setting 架构的话我们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就选了这个bleep2的一个架构 然后他的vpg是这个clip的vitlarge 然后和一个qformer 然后这个vpg是其实是有一个提前的预训练的 也就是做了一个类似于leap1 这个预训练 加了一些这个image tag pair的这种match 或者contrastive learning 或者说captioning这样的预训练任务去给他先预训练一下 对然后这个当中的model就是这个opt和这个flant2 对然后这个opt的话我们考虑一下几个大小 啊就是这个125min的350min到这个最后2.7b的 对然后这个flant2我们考虑了这个base到xl 啊由于我们这个其实是先做一个探究实验嘛 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把实验做太大 对然后我们这一部分的宣传数据 就是主要考虑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数据量 是这个coco和spu 他们加在一起总共是1.401.0左右的一个图轮队 然后评测的话就是这个选了五个数据集 是这个cococaption no caps 这个是两个caption数据集 还有三个qa数据集 所以这个vqa v2 这个gqa和okvqa 对然后评测的话我们做了是一个zero shot的评测 但是我们其实没看到我们这个训练机里面已经有cococaption了 那肯定这个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很严格的zero shot的 但是呢整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做专门的数据集上进一步的这种啊 task specific的一个funtuning了 对所以我们就叫它一个不严格的zero shot的评测 然后训练的话就是10个apple 我们这个判断实验1是发现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 哎他好像直接继承这个小模型上训练好的vpg 是可以加速这个大模型上这个整体训练的一个收敛速度的 但是呢它会导致这个vqa的一个掉点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然后这个蓝线就是这个用opt125min训练过的vpg 来做这个初始化直接把它迁移过来 对然后在这个opt350min上继续训练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从头就为这个opt350min训练一个新的vpg 对然后它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两个caption追击 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一个epops来进行收敛的一个收益机 我们这个蓝线是能够比这个局限收敛的更快一点 然后在前面的epop里面可以这个更快的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就是我们看这个 vqa v2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这个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就是这个局限就是我们这个tending from scratch 比我们这个蓝线还要高就是说确实是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蓝线 能比这个局限要稍微高一点 但是到了后面收敛之后 它最终的这个最佳performance 是比这个直接tending from scratch的一个啊 最佳的performance要明显要低一些的 对然后我们其实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确实想要这个加速就是想要这个高效训练 就是我们其实不太能接受这个performance 啊降低了就是我们不太能接受牺牲performance 来加速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们拍拍了一下 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猜想这个原因 其实是由于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transfer的图图里面 这个language model部分我们是不训练的 它直接就是一个训号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这个vpg的部分我们把前移过来了 它有一个很好的处置化就是已经就一个差不多对齐好的一个vpg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rojector 它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前移的 对它只能随机处置化 而随机处置化有一个怎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随机处置化的一个projector 它最终这个t度传回来的时候 要通过这个projector来传到这个vpg 就是说一个啊 通过了一个这种不太好的中间商 可能会产生这个一些误导的t度 来伤害这个vpg 已有的这种视觉感知能力 或者说你已经对齐好的这些一些优势 对尤其是在这个训练的初始阶段 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然后呢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 对然后它其实之前有一些文章 有些类似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在这个flamingo里面 他们在做这个呃 视觉特征的这个融入这个文本特征的时候 他们在加这个融入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这个直接就加上去了 而是给这个视觉特征 先加了一个权重 一开始权重是零 从头开始一步一步的这个把这个权重扩大 对让它这个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内容加进去 对而不是说这个呃 这个一开始像我们一样这个随机数字画一下 然后就直接加进去了 产生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影响 对然后还有一些文章 他们可能会探究一下这个 哎我一个呃自监督训练好的一个图像识别的模型 对然后呢他们发现就是这个我先固定住这个识别的模型 把这个linear层发现 类似于我们这个projector层 先这个训练一下 然后再整体的训练可以保证这个啊 音斗门和out of 斗门的这个performance都还不错 对 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探究实验2 就是说我们发现确实是这个我们先 warm up 训练一下这个线性的projector 是可以防掉点的 对然后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先固定住vpg 然后做一个这个warm up训练 就是只训练这个projector 三轮 对然后再进行一个正常的训练 然后呢当然我们图里没有把这个三轮的训练的开销画进来 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说 相比于这个局限从头开始训练这个局限 我们这次这个蓝线可以就是在收敛之后 你这个局限要高一点点 或者说是相仿的一个performance 对也就是说没有了这个掉点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warm up一下还能够这个进一步加速这个vpg的一个收敛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一上来 这个蓝线就已经达到了一个130级的一个sizer的一个performance 然后这个在后面其实涨的已经不是很多了 对也就是说它其实很快就收敛了 就是这个收敛速度的加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但是呢 但我们不得不说就是其实它也不能算加速 因为就是这个其实projector的warm up 这个三轮的开销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以这个opt6.7b为例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监禁训练projector比正常训练 也就是说同时训练 vpg的projector 只能够节省5.4%左右的这个GPU市场 对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如果你花了1万块钱来进行这个模型的训练 这个事情可以帮你省要这个540块钱 对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是这样 就是首先这个bleep2框架里面 这个vpg部分也不是全部训练的 它其实可训练的部分是这个q farmer 也就是有100多million的一个参数 对但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这个lounge model部分 其实它是有这个11bit的一个参数 就是说这个100多million和4million相对于你整个模型 其他固定的部分都是非常非常小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开销它主要还是在这个lounge model和其他固定的部分 对所以说就是其实你少训个100mm的参数 也不能说给你带来多么大的一个节省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我们在训练这个动物态的这个对话模型 或者动物态这种大模型的时候 对我觉得可能一个比较好的实现方式就是说 如果我们花掉这540块钱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或者说这个防止一个欠你和的问题出现 对那好像这个花540块钱还是比较值得的一个事情 对然后ok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就说我们也不能让它一直慢下去啊 所以我们考虑就是如何加速这个projector的warmup的区别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projector现在为什么慢 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随机处理化的 我们其实也可以不让它去随机处理化 我们也可以想办法给它处理化一下 我们这里考虑了这样一个处理化 就是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softfront的这个作用的一个原理 它其实就像这个磁香亮一样 我直接拼在就像一个 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段这个人类看不懂的一段这个文本 然后它拼在前面可能是这个猫 然后眼镜 然后灰色的毛发 白色的脖子 对 然后这个off model 根据我输入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产生一个对应的caption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这个sauce的longed model上讯好的一个VPG了 对 然后它其实我们如果现在有一个转化器 可以把这个sauce model上讯好的一个VPG产生的这种prompt 直接迁移到这个target model上 我们其实已经就是完成了这个迁移了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磁香量来训这个转化器 我们就拿这个sauce longed model磁香量 训一个到longed model target longed model磁香量的一个转化器 然后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转化器是可以 这个完成我们两个VPG之间 这个从sauce的VPG到这个target的VPG的一个显介 那现在就是我们也知道吧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这个转化器和这个接在这个projector后面 其实它也就相当于把两个线性变换接在了一起 根据我们这个学过上学的时候 我学过的这个线性代数的指示 我们知道就是两个线性层 中间没有额外的这种非线性的激活的话 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线性层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就是通过一些举认的成法把它合并成一个线性层 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这个target的longed model上 这个projector的初始化 对我发现这个初始化确实是有一定作用 就是说它可以把这种三轮能够吗 缩短到两个对这个三轮的话就是 我们可能没有这个intualization的时候 我们三轮这个cococaption的sider 达到了这个132.8 但是我们如果有这个初始化 我们两轮同样的学习率就能够达到这个132.7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原来的三轮做到两轮 当然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还不够 搞了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说这个tan就是时间4 我发现这个projector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性 就是它tan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当你把其他所有东西固定住的时候 这个它可以非常稳定的进行一个训练 对然后呢就是说可以用超大的学习率 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5倍的学习率 就是一个训练 然后更加加速它的一个收敛的速度 对然后现在就是说我只需要一轮的训练 这个cococaption这个sider就可以达到这个133.1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33.1 其实已经比你这个没有任何初始化 没有任何这个学习率的改变的时候 这个三轮的效果还要好了 对然后呢 哎我们就找到了我们方法里的最重要的两个重点 对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5倍的学习率是比较优的一个选择 但是其实你去把它改成7倍改成10倍改成这个更高的 它这个训练也非常的稳定也不会崩溃 虽然没有这个更加进一步的加速了 但是这个它也起码也不会崩溃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调菜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就是说你可以调菜调的比较随意一点啊 这个也不会说这个啊 突然给你带来一个performance的暴跌 或者说一个训练速度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些影响 然后我们来最后看一下我们这个框架 再来回顾一下 它其实重点就是我们发现了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warmup predictor可以防掉点和加速收敛 对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warmup给重点的哎 搞了一下 然后提出了两个方法来让这个warmup非常非常快 第一个就是这个初始化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学习率 对然后在这两个步骤之后 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个正常的训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验的部分 然后这个实验的部分 我们主要是探究了两个场景 就是之前提到的这个跨大小的前移tas 从小做大 比如说从opt125mm到opt350mm 对然后是这个跨类型前移 从a到b 比如说从opt到flame2 对然后这个ts实验的一个baseline的话 我们是选了三个 第一个是说这个从头训练 这个training from scratch 我们就简写为这个tfs了 然后第二个是说这个直接用小模型训练好的vpg 来做出的话 就是直接前移啊 我什么额外的操作都不做 我们这个什么warmup啊 什么这个啊 已经说来自身我们全都不搞他 对这个是我们称他为这个vpg inherent inherent是这个继承的意思 对然后我们的方法的话就是这个vpg trans 然后在做这个比较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方法里面 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步骤 就是这个stage1的训练的时候 是这个5倍学习率和这个一个处置化 对然后呢我们其实就是发现这个处置化和这个warmup 在统一算在一起 他整体上是比正常的训练的一个epoca的开销要稍微小一点点的 或者说是相仿的 对然后我们就这个计算方便就把算一个epoca了 然后这个呃实验的对象的话就是opt我们训练了以下四个size是这个125mm到这个2.7b 然后flank75的话我们说是选了一个base large和这个xl 但是呢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large模型它训练非常的不稳 对就是我即便已经把这个学习率调到了十分之一 对它依然是不能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收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large给去掉 主要就报了一下base和这个xl 对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对然后这个tf下面我们发现这个vpgtrans一般是可以取得一个最高的加速 和这个最好的performance的就是这个绿线 我可以看到就是这个125mm到2.7b上有钱 就这个绿线可以这个收链非常非常快 对就比如说一上来可能很快就收链了 对然后这个包括这个performance上也是比其他要 呃大部分情况下是要高一点的 但是也有些例外就是说我可能比这个蓝线蓝线就是这个vpg 呃这个春秋风刷是稍微低一点 所以说啊怎么样 我们当然要来定量的评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其实用了一个比较严格的指标 就叫这个加速比对这个vpgtrans相当于这个tfs加速比 这个加速比是什么呢 加速比就是说在某个数据上面这个加速比是k代表这个vpgtrans 可以用这个k分之一的试验就超过该数据上这个tfs的最佳效果 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opt125mm到opt1.3b一个千亿 然后这个cococaption加速比是9.0 它代表就是说我这个tfs可能需要9个opt 我才能够达到这个cococaption的一个最优点的效果 但是我这个vpgtrans过来 我只剩一个epo我就可以比他9个epo的效果更好 对然后就是这个1节更比9节强 对所以我们就这个加速比就是9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就是说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这个加速比其实都是正的 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比较高的一些什么9.0 10.0 5.0 然后这个3.0 4.0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这个这个杠什么意思呢 这个杠就是代表我们在这个该数据上没有办法超过tfs的最佳效果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表格里面是只有三个格子我们是超不过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performance上也是有一个保证的 我们在加速的同时我们可以保证一个performance 那再稍微好一点点或者说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呢我们也比了一下这个vpg inherent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bislab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我们vpg trans相比这个vpg inherent 其实这个大部分情况下也是能够在这个74.3%的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取得一个比vpg inherent更优的一个效果 就这个我这个最后数据的performance 我首先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确实是这个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能够取得一个正向的这个加速的 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发现在这个opt的实验里面 似乎你这个longlead model这个sauce的longlead model的规模越小 这个迁移的速度和效果都越好 这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opt 125 million到这个2.7b上面 这个350到2.7b和这个1.3b到2.7b 看一下这个125到2.7b这个加速比是101223 但是这个1.3b到2.7b就是3.3 3.3 2 1.5 就是说125整体是加速很快的 对然后另一个点就是performance 也其实也有一定的优势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125到这2.7b 他vqnv2上我一上来就跑到了51点几 但是我这个这个 这个1.3b到2.7b 我这个最高也就跑个47点几 那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是这样 所以我们发现就是首先就是vpe本身 它是一个运训练过的一个vr 比如说这个bleep2里面 它是先做了一个类似于bleep这样的运训练 加了一些什么contrastive loss 就是加了一些什么image text matching 对它其实已经有很强的一个视觉感知能力了 对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这个 啊接到一个语言模型上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这个数据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越大的opt上训练这个vpg 其实对它的视觉感知能力的损害就越大 就是说其实我在这个opt上加一个vpg的时候 这个vpe是不是说随随便便不能对齐上去 其实它对齐是要有这么一个对齐税 就是说对它视觉感知能力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对 然后呢我们发现就是说 哎这个opt越大 这个对齐税较多 我们怎么来验证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就是类似于一个linear probing的一个验证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因为我们要探究这个vpg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vpg固定住 我们就训练一个linear层 就是训练那个projector层 然后longer model也固定住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我们选定了一个target 我们这个看看不同的这个source上训练的这个不同的vpg 哪个的这个能力最强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当我们给定了这么一个target的vpg 这个target的longer model的时候 我们这个vpg 预训练的这个source model 越大这个performance比越差 然后几乎每一个选定的这个target上面都满足这个状况 就是比如说这个也是24.2的23.6的23.3 对所以说就是一个越小的opd上训练过的vpg 可以就是交更少的对齐税去完成这个对齐 从而导致当他迁移到一个新的鱼洋模型商的时候 他自己的能力更强 对然后他也差不多完成了这个对齐了 然后他就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直接显示出一个更好的performance 从而就是让我们觉得ok 他好像加速的更猛 或者说最终performance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个下面是这个tt的实验 tt的实验我们这个baseline就是选取了这个 由于这个我们这个实验经费也有限 我们主要选了两个这个比较的对象 一个是这个tfs 一个是这个我们的方法 一个是这个vpgtrans 然后比较的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也是像之前一样 这个stage1的训练 就是初速化和这个warmup 同一算100倍 然后这个实验对象我们选的是这个相仿大小的 这个opt和flant2 这个opt350mini 这个flant2base 比如说这个opt2.7b 和flant2xl xl 是3b的模型 我们发现这个我们也算了一下这个tfs的加速比 就是这个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加速比也基本上都是正的 然后也可以达到这个什么5倍 啊2倍这个几倍的这种加速 对然后呢这个效果上的话也是可以说 哎基本上能够比之前的这个tfs的效果要好一点 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只放了这个两个大模型的 那个啊350mini 和base之间的前移我们没放 为什么 发现这个tp上去下我们这个vpg 方法是基本上很难在两个小模型上完成加速的 对然后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局限和这个蓝线 基本上是呈现一个非常一个相仿的一个收敛的一个速度 以及这个performance的最终的结果的 但是在可能在一些数据上啊 这个我们的部分能稍微好一点 但是整体上还是这个收敛速度上我们起码是在期视阶段是没有一个优势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这个vpttrance 他能够work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 这个我们搞定这个linear projector 对然后这个我们发现这个linear projector 在warmup之后可以加快整体的一个收敛 对然后呢 我们就搞了一下这个linear projector warmup的一个家伙 但是呢 哎我们发现两个小的longer model之间 他们这种vrsoft front的可线性可迁移性非常非常的差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以仗的这种线性的projector的一个浮力红力 我们现在拿不太到了 对我们来看一下他具体有多差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看一下从flantive base到op350media 所以我们如果只训练linear层 就是只做一个线性的前移的话 他其实相比于这个我们整体训练 这个能达到最好的performance 差20多个点 然后这个vqa上要差这个3.8个点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选两个大模型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可能只差7个点 甚至可能就差不多 然后到这个op350media到flantive base上 这个差不更多 就可能在coco上面 你直接只训linear的话 你是根本就说不出人话的 对 然后这个sizer就非常非常低 是1.1也差100个点 然后这个performance 这个vqa的performance 也要差十几个点 但是如果我到这个2.7b和xl上面 我可能就差20来个点 差两个点左右 然后第三步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vpttrans的应用 这个第一个应用就是说这个我们训常规的 Bleep2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个加速加省钱了 对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模拟 Bleep2的训练的一个学习率啊 然后一些细节的设置啊 包括他的一些数据上 我们也模拟了一下 就是说用coco啊 用vg啊 用这个一些 呃 呃 这个自己 boostrapping过的一些这种 image caption的一个数据啊 对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可以这个 完成一个训练时长的缩减 大概从600多个小时到59 或者到32小时 从这个4T的存储到430G的存储 到100G的100多G的存储 从这个不到2万块钱的开销 到这个1000多块钱到这个900块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erformance 这个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 哎 1000来块钱或者900块钱的模型 哎 他performance怎么样呢 就是在这个vqnv2上 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Bleep2 这个opt2.7B到6.7B前移的模型 是可以在vqnv2上 还高三个点 在这个opqnv2上 也高三个点以上 然后在这个 哎 gqnv2上 我是差不多的 就是低0.2个点 对 然后开销上呢 就是这个 哎 低个这个 啊大概10%左右 然后这个到富兰提古上 我们做了一个富兰提古XL 到这个XXL这个前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erformance 是这个vqnv2上是一样的 那个gqnv2上是稍微高一点 okbqnv2上是稍微低一点 但这个GPU AORUS上 我们是可以大概到5%左右的一个开销 所以数据上也大概是这样的 而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方法还可以用来做新的模型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LAMA其实比这个opt效果也更好 所以这个DECODER ONL模型里 可能现在LAMA是开源社区里面 哎 纯元模型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我们也做了一下这个训练 做了一下这个铅笔 然后他整体的训练数据的话 就和这个 i believe 2 这个opt2.7到6.7b 用的是一样的 这个训练的apple个数也是差不多 训练step个数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稍微大一点 所以他时间稍微长一点 这个performance让我们看出这个LAMA确实是不错的 它是能够达到一个58.1的一个VQA 然后这个37.5的训练 37.4的一个VQA 其实是比原始的这个 Bleep 2论文里的这个opt2.7b 效果也好的 对 还有一个可能更有意味的一个 exciting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这个 语言模型的instruction tuning之后的语言模型 比如说我的tune 这样的语言模型 它是能够专门去做对话的 对 然后我们其实把它改造成说 vrnl 这个版本的 他就天然的能够去完成这个动态对话 就像这个什么啊 gbt board 或者说这个什么 啊 一些这个mini gpt board 这样的一些模型 它能做对话 对 当然我们在这个VQA trance的基础上 我们用了来的加了一个这个 mini gpt board 一个self-instruct 然后大概3000张图 然后十几分钟啊 半个小时 可能这个级别的一个训练 然后目的是什么呢 让他这个尽量多说些废话 这个把这个画变长一点 对我放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就比如说这个mini gpt board 然后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how many people啊 因为email 这个图里面多少个人 他可能要回答就是图里有两个人 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两个人在图里都拿着这个棒球拍 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图里就一个人拿棒球拍 然后他们这个一个人是这个啊 啊这个头球手啊 的 Stuff 但是其实里面好像没有头球 就是这个街球手 然后这个啊 副Q呢 我们这个模型是这样的 就是里面有三个人 是这个 机球手和这个 接球和这个裁判 他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他们 他说这个机球手在这个 机球的框框里面 然后这个拿着一个拍子 等着这个投手给他投球 然后这个接球手 然后这个等接球 然后这个裁判 然后等着什么吹哨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说 啊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我们放一张这个 啊 莱安娜多的一个图 然后我们问他 就是您告诉我 我们这个图里 这个人的一些信息吗 然后这个名字 可能会就是 没有识别太好的话 他可能会说这个 这个图里的男人 正在穿一个灰色的毛衣 然后进行一个caption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模型这边 可以给他进行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知识的 一个链接 就是说我们认出来了 他是这个小李 他是出生于这个 1974年的这个光贵杰 然后这个洛杉矶 加州 美国 他 以这个泰坦名称号 这个华尔街之狼 这些电影 文明 他也有这个很多 这个 啊 best actor的一个奖 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这个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论文感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 啊 欢迎引用 使用我们的代码 然后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 这个提出问题 我们后期会选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或者比较有重要的一些问题 进行一个专门的回答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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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